你好,我的名字叫Samuel 我的主课是圣物 然后我选这个 英语2011跟2022的原因就是 我是来自香港的 然后我的英语就是不太好 然后我就是看到这个课程是 设计给那些英语不是主要语言的人 然后我就想说 好,我就选这个课 所以我可以就是更轻松的去 应对这些课程 然后一开始我是没有太大自信 在舍作跟阅读方面的 我经常要用到一些的字典 我只是说在网上 就是找到一些词语的意思 然后我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去 发展我的一些 就是一些词语跟我的文法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 2011跟2022的分别就是 在2011我们是更多的注重在舍作方面的 我们经常的就是为舍不同的作文 然后我们同学之间 同学之间为给大家一些就是建议 如何可以把我们舍作变得更好 在2022我们就是更注重在阅读方面的 我们会全部同学一起看一本书 看完之后我们有一些问题去讨论 然后我们也会说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我非常享受这个课堂 就是我们在我的课堂里面所有人都跟我一样 就是我们英语都不是主要语言 所以我们都明白大家的难处 所以我们可以无相的帮助 然后我的老师就是给很多我一些建议 就是譬如说我在舍作的时候 他会给我一些建议 说我可以舍得更尝试一点 然后或者是给多一点的例子 所以让读者可以更投入在我们的舍作里面 谢谢 谢谢